今天有没有为我感到骄傲 哎呀你表达认可的方式 能不能不要这么吝啬 你说出来吗 说什么 说你为我感到骄傲 徐总也突袭我们的调查会 陈销递交了全面的书面报告 详细地阐述了事发当时 选择转向的原因 按陈销所述 在那一瞬间 他判断只有转向 才能保证不相撞 对此 我和各位调查组的专家 都表示认可 对不起 这里呢我有个问题 我想请问陈销同志 你当时在做转向操作的时候 是否想过 这有可能导致策划 当时的确闪过这个念头 但是我对我的操作 有足够的细心 江机长在事后 也通过模拟机证明了 刹车不会导致两极相撞 虽然模拟机不能对限制情况 做到百分之百的复原 但是调查组也认可 江机长的模拟情 目前 事情的争议点在于 陈销是不是没有 停从机长的指令 擅自做出转向的操作 根据 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语音数据 很难判定 陈销是否无视机长的指令 但结合QAR的数据分析 细节就非常清楚 在机长命令刹车后的0.1秒 陈销进行了转向操作 这就说明 陈销在听到机长指令的同时 甚至在之前 大脑已经发出了操作信号 根据两位驾驶员的陈述 并共同认可的当时情况 江机长正在操作 着陆后的程序 第一时间 并未抬头发现前方情况 陈销在紧急情况下 采用了自认为 最稳妥的避嫌方式 调查夺认定 陈销并未违规 拒绝听从机长指令 太好了 这件事情 终于有了明确的调查结果了 不过 由于转向 而造成受伤的那位乘客 他的身份很特殊 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许总 你看是否需要咱们公司出面 去进行致欠和赔偿啊 这件事情 最要对许总汇报 这是那天 当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 许总 客舱部有新情况向您汇报 说 事实上那位乘客受伤 不是因为飞机转向 而是因为没系安全带 自己没有系安全带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提醒乘客呢 我们反复提醒过 但都被拒绝了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 当班乘务员有很大的过错 我们会严肃处理 还有啊 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地向上汇报呢 因为之前只有当班乘务员可以作证 外界很难踩信 不过直到昨天 我们在乘客中找到了目击证人 他也是咱们公司的白金卡会员 他愿意出来作证 好 非常好 你们客舱部尽快将详细的事件报告递交公关部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 明天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 尽快将那个受伤民心的原因澄清 平息网上的舆论 挽回公司的形象 好吧 薛总 承霄这边 承霄免责 我看了报告 承霄当时在紧急疏散的时候 发现并挽救了 正如在飞机上试图轻生的旅客 他的这种勇气和职业精神 值得我们全公司表演 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对了 江部长 这事呢你也跟进一下 在陆航之上也要提一笔 给承霄做个专访 好吧 好 承霄同志 你表现得非常好 前途可及 谢谢许总对我的认可 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继续加油啊 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黎玉恒不会被发得很重吧 工作中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主动承认错误 至少是变得更好的第一步 他需要一些教训和磨练 我怎么觉得你在寒沙摄影我呢 算上这次 我已经两次登上吴航志了 而且好像都跟你有关 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孔飞的妈妈 给咱俩写了表扬戏 这一次是你什么一相救啊 这一次与我无关 是你自己做的出色 郭教员 今天有没有为我感到骄傲 你表达认可的方式 能不能不要这么吝嗇 你说出来吗 说什么 说 你为我感到骄傲 顾纪长好 这是在公司里严肃一点 是是是是 不是 这不是在家 那个 答对了 你一会儿去上法务部吧 那些威胁恐吓你的人 我已经报案了 到时候你配合调查 以后也不会对你的生活 造成影响 这些事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呢 这些事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呢 郭教员 这么操心我 我这是为公司着想 希望你能够好好恢复飞行 没有后顾之忧 我 我 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既然你走得慢 那我就配合你 总有一天 我们的步调是一致的 所以希望你能够 到前面 开始 你发现了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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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